大学的吴京华教授 吴京华教授是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位由英国移民派大学 聘任为教授的中国学者 他已经在英国高校工作了二十余年 在该讲说中 吴教授将根据他对英国社会的了解 和他个人的切身体会和经验 讲述东西班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差异 尤其是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 权明其观点 同时也将对当代年轻的价值观的变化 给出一些评价和建议 吴教授还将在其多年指导学生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 以价值观的差异为出发点 讨论东西班大学生及科研人员 对其自身创造能力的培养上的不同 并对由此演成出的自我激励机制上的 一同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那么对吴教授呢 我下面呢还要表一个长的介绍 以便大家呢更对吴教授的一个深入的了解 吴教授呢是1981年毕业我们华中科学大学的 是硕士学位 那么80年代初呢 获得了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访问奖学金呢 到英国留学 那么先后呢在该大学攻读博士和担任博士后的研究 博士后的研究员和高级研究员 1991年呢开始在英国拉普堡大学担任奖师和高级奖师 1995年资金在利浦大学电器与电子工程系担任终身教授 吴清华教授一直自律于智能系统和自动化的研究 在英国学习和工作期间呢 成获得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先进科学技术奖 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优秀科学工作者奖 和英国机械工程学会最佳论文奖 在国际权威西刊杂志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250多篇学术论文 成先后培养博士后8名 博士28名 吴教授呢还先后承担了英国电信公司 二师通公司 国家电力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国家仪器公司 通用电缆公司等多项科研课题 获得了大量英国政府和国际公司的科研经费 目前领导着有25名博士和博士后的一自动化实验室 吴清华教授呢 普英20多年来 二十年来他在控制工程和自动化领域 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他曾在英国创下了几个第一 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留学 英国北爱的中国留学生 第一位在中国北爱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第一位以中国学者身份的国家英国皇家注册工程师 第一位被英国著名大学聘认为终身教授的中国学者 第一位担任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评审小组委员的中国学者 二十多年来从工读博士学位到聘为中森教授 他经历了风雨魔力 在时尚已已经颇有建树 对哲学很有兴趣 与此同时祖国灿烂的文化也在他的骨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居庙之高则优其军 处江湖资源则优其名 身在海外兴趣祖国 希望能为祖国的发展呢 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即使偶尔闲暇之时 教授也五文诺墨 将二十余载的经历浓缩在诗词中作为字免 终于他的诗词感情增值 礼力求尽 在修词方面也拨见 拨见功底 思绩对战功诊 行文精炼 眼眷长识 立字则慷慨激昂 气势磅礴 抒情则直触心灵感人肺腑 其表现的作者对理想的追求 对祖国的见恋 悦然纸上 发人深省 在本期讲座中呢 吴教授也会有几手吃食呢 一共大家欣赏 现在我们一掌热烈掌声 欢迎吴教授 谢谢郭主任介绍 作为一个华工的校友 能回来跟学生 跟华工的学友 一起谈谈心 我非常高兴 我出国有22年了 在华工 我还叫华工啊 这个不对 华中科技大学 因为我出国了84年的时候 华工还叫华中工学院 在这个学校里面呢 我确实具有很多的感情 我七岁在青年园钓鱼 因为我姑姑在学校 当年那五几年是教师 现在教授都退休了 七岁钓鱼 我在华工动模 那个做了几年的四年员 后来又当过读书 大学 学士 后来当过讲师 以后再出国的 在出国之前84年 我在华工工作了12年 工作学习了12年 所以对华工我有很深的感情 特别是我们一些学友 是吧 包括现在以前的校长 现在的校长 当时都是同班同学 同届的 所以对于这个学校啊 我 我首先 在我讲课之前 讲讲座之前 我先为大家献上一首诗 这个 怎么垫高一点就好 这首诗呢 是我对华工寄托的一篇情谊 也是对现在学校的 领导人一个期望 我给大家念 七绿 华中学府 玉家山下 东湖畔 黄鹤百云 柴子下 你看这都是柴子 玉冠梧桐松柏静 你走着那个主校区里面松柏呀 是吧 梧桐很多 现在新校区有没有 我不知道 玉冠梧桐松柏静 温馨汉悦 玉南方 德学市场 一纲局 这是学校校训 是吧 公里文一万目张 学者梦长 学海渡 华中学府 事无双 这首次我主要想解释两句话 德学市场 一纲局 是我们的校训 但是公里文一万目张 我们变成一个综合的 工科党 综合的大学 你们知道 可能你在座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当时的我们老校长朱九思啊 就因为他的高瞻远珠 所以我们变成了建的一个综合大学 但是从国外往里面看 不是这样 当你们进入华工艺那个网络 那个校园网络啊 你就发现什么造船工程学院 造船院 造船工程院 是吧 集结工程科学院 电力 什么能源 这都是大学院 但是一道理一刻呢 都变成西了 这样子不是中国的 不是世界的名牌大学 我告诉你 在世界上的名牌大学里面 工程 只有10% 现在我们强调基础科学 这个搞工程里面 它没有基础 它怎么去做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 华工 我这样子排的啊 排的工理文医 这是有历史的 华工从工 要理文 是吧 现在有医学院 这个不光是为了一个平平之泽啊 在里面写齐律要平平折折嘛 刚刚也对上去了 工理文医 是折这个平平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一句话 我就真正的寄托 希望 华工变成一个 华中科技大学 变成一个 这个 真正的综合大学 我们要发展基础学 在第一 最后一年里面的第一句 学者梦藏 学海度 我们也加起三点水 不是渡学海 是渡学人 学人是能在学海里进行超度 他不能在山海里面进行超度 所以这个 学者梦藏 学者应该有梦 要做梦 是吧 学者梦藏 学海度 华中学府 在这个时候才能四无双 所以为这个 我现在作为这个 因为有这样一份心愿 所以我很愿意 把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和我们现在年轻人 想到的创造力 这个方面我联系起来的 但是创造力 就创造力二天 我谈十分钟就完了 但是围着创造力 这是方方面面 比如说基础教育 我可能要讲一个小时 在这个讲话之前 我首先要宣布 自己的宣布 我对中国这多年来的 伟大成就 全世界 都可以看得非常方向清楚 所以对这个成绩 就不谈了 我们现在谈到 为了真正的中国 存在世界上的一个强谱 我们怎么在这个文化里面 来提取我们的精华 去取我们的糟粕 我个人认为 在中国改革开放 走向世界的这个工程中 不是经济 不是金融 不是钱 不是技术问题 对西方 我们是存在一个文化挑战的问题 东西方文化的尽力 相互竞争 我们这个中国中华的文化 要不断的发展 要复兴 不是复旧 是吧 不是重复 要复兴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考虑 深层次的考虑 我们文化的进化 我们要考虑的糟粕 这个是我们要想到的问题 所以我这里面不准备 多谈成绩 但是我要谈到一些 我自己的感想 对这个有些地方 存在的一些问题 由于这两年 在国外 是吧 对这个方面想的比较多 你知道我是学工程的人 但是这想的多了以后 怎么写呢 写评论 我从来没写过赏文 在2004年以后 我开始学了写的几首诗 特别是受我们杨校长的影响 是吧 中国这个华中科技大学 是能文数字 中国做得最好的 说我中卫这个学校的议员 我也开始学写的诗 这个古诗词啊 平折到不来 是吧 这个格律到不来 但是呢 我最大的困难是 我二十年出国以后啊 我没有写到五千中国字 中国字轮帐 因为以前呢 写的几封信 后来呢 我妻子 去了以后就没什么写信了 最后呢 就是电话就可以通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没有写过 我只写过一篇中国文章 这一篇文章 我现在还是非常高 丝毫的 是唯一一篇 从哲学上 支持邓小平同志的两论 一个包论 一个魔论 现在你们看到哲学文章 来讨论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这个文章 除此之外 我从来没有写过中国字 所以呢 现在写诗词呢 就特别困难 到现在 我的很多字 我就不知道怎么拼命 都要靠结穿机来找 我当时请教了很多学生 在我身边工作的很多学生 我再问他 但是呢 对于这个 我想给大家献上一首 林江轩学好 这首词 这首词 主要是 你们知道 那个三国演义呢 滚滚长江东是谁 它的词牌就是林江轩 我当时主要是表现 一个学者的 自身的价值观 好 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 浩瀚西洋牵住了 西洋的风啊 我认为比东洋大 为什么呢 我们在海外非常非常孤独 像个孤帆一样 波涛近喜英才 功名成就化成埃 他乡知几少 故土既情怀 炙守苦行 贫血海 这个贫难 就是涉水过河 没有船 则伦供奉高坦 我们现在做出的事情 都是为社会 现的社会 一番经验 经验人生来东西多少事 只是论堂开 医生经验 大家把我来讲讲 经验比知识还要重要 医生经验 人生来东西多少事 只是论堂开 我请大家听听 这首歌 林江仙 徐海 二零零四年 青雲無青花 浩寒西雅千住浪 郭曹今世已精彩 空冰成就化成哀 他相識結晒 孤獨激情懷 至少五星平雪海 這輪共奉高台 一番經驗人生來 東西多少次 只是倫堂開 我們現在來開始 就東西多少事 只是論壇開 現在我這個講演的時候 你們可以隨便提問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東西化 價值觀的差異 及其對創新能力的影響 其實我剛開始我想給一個 就是東西化 價值觀 東西化 我沒有想到 想得那麼具體 但是我怕我們水平不夠 因為那個文化呀 這個各個國家太多了 我只不過是在英國待了很久 第二個呢 牽涉到文化的價值觀 方方面面太多 對華工 華中科技大學 你們都是高材生 所以我想講具體一點 就把這個題目的外延 給縮小了一點 是吧 但是為老子創新能力這個問題 不是一兩句講清楚的 所以我想把它有關的方面講一講 這個 從哪裡講起呢 我想從一句話 叫姑娘像一枝花講開句 姑娘像一枝花 大家聽懂了 對不對 也沒有什麼語法問題 有一次我聽到這個話以後 我問我的秘書 這個女爹 英國的秘書 多半都是女爹 我就問她 The girl looks like a flower 你聽懂了沒有 她聽了半天沒懂 她說你是不是講 這個girl is very pretty 我說是的 你為什麼不懂呢 她回答不出來 因為她連我的意思都沒搞清楚 她不懂得中國文化 她就想了半天 她說 這girl looks like a flower 她說 這個flower 有的好看 有的不好看啊 這句話 使得我想了很長很長時間 這個姑娘像一枝花 這個Diana 你知道 英國的王妃 她不能像這花 她只能像個Rose 只能像去玫瑰 對不對 所以Diana 是Princici Rose 英國的一枝玫瑰 所以我們這個詞語裡面 關鍵是從我們的這個文字裡面 就很多抽象 但是沒有邏輯 這個象形文字 與拼音文字之間差別很大 象形世界上的文字 據我瞭解啊 我不敢多講 世界上的文字啊 一開始多半都是象形文字 但是由於我們祖先 這個科學技術發達 加個文啊 在這個主板啊 糊塗上面就能刻字 所以當時這種交流啊 就慢慢地保持了 象形文字這個特徵 能變於人之間的交流 但是在中東 古羅馬 在羅馬以前他們文化 就叫古希臘 他們一開始的象形文字 在很短時間以後就變了 他們由於長途跋涉的貿易 是吧 的要求 他沒有這種記載的工具 他就一定通過語言來表達 如果我們看見哪裡有幅畫 這幅畫給你去看 只要一秒鐘 你全明白了 但是如果要你去講一遍 那不是一兩秒鐘的問題 你需要十幾分鐘 而且非常有邏輯性的才能 才能講得出來 對方才能知道 所以從這個裡面呢 就是這種貿易帶來語言的變化 使得東西方文化的這個邏輯 非常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思想思維概念 你們聽到很多人講 東西方這樣不一樣 那樣不一樣 管理不一樣 生活不一樣 這些東西都沒有什麼問題 是吧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語言邏輯家 邏輯思維 我可以講一個 可能有點為言聳聽 可能我不太了解歷史 在中國的思想家 或者哲學家裡面 從孔夫子到現在 所有的這些哲學家 基本上沒有一個是邏輯學家 基本上沒有一個是邏輯學家 但是西方 不管是哲學哪一個方面 基本上各個都是邏輯學家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背後的語言 不一樣 你們記得楊子民先生 是吧 最近去年 在他第一個新聞之後 然後有個第二個新聞 就是說 已經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 那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呀 近代科學 它是根據很多數學邏輯 這個 你把這個關上去 所以這個邏輯 待會兒我再談一談 這個邏輯呢 就使得我們很多思維 特別在後面的價值觀 就有點不一樣 這個語言邏輯 由於文字不一樣 這個語言邏輯啊 在我們做科學研究的時候 特別重要 我個人認為 通過二十年 在科學這個領域裡面 不斷探索 不斷做科學研究 我個人認為 我想跟在座的年輕人提個建議 我們科學研究裡 重要組織部分 這個組織部分 甚至占到百分之七十 就是科學描述 就是科學描述 你怎麼把東西 別人不懂你 你能描述出來 但是我們這個能力極低 特別是 印式教育帶來的 是吧 這個沒有這個能力 什麼是能力 什麼是知識 我待會兒講 就是這個描述 特別特別重要 我們有一個物資 有個概念 概念旁邊就有一個語言 有個詞 來對應這個概念 這個世界上的語言 特別很多 有拉丁文 英文 法文 德文 是吧 中文 很多不同的語言 當然了 這個杯子就是個杯子 但是有不同的語言 你要描述 不光是這樣 一個事物 經常有不同的詞 可以描述它 而一個詞 往往又可以用來描述 不同的事物 所以這個關係 特別特別複雜 但是我們做一個事情 別人不懂 你怎麼能描述它 這個姑娘像一枝花 就這個意思 我現在想問你們 這個對一個東西的 一個定義 在我們做科學研究裡面 特別重要 但是 不是在座裡很多學生 同學就能說得出來的 比如說我問你 什麼叫蘋果 你問我下個電影 你有感覺 你很多年有經驗 但是要你準確地說 你不記得說得出來呀 我想請問同學說說 什麼叫杯子 杯子是一個什麼 啊 不敢說我 是個器具 所以這裡面呢 學學這個邏輯學 特別是一些形式邏輯 對大家很有關注 我們談到一個概念 它都有它的外顏 有它的內涵 在我們的工作當中 我們學習當中 我們習慣用那個外顏 特別大的事情 我們不追求那個內涵 特別深的東西 這是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杯子的第一 杯子是一個概念 它的概念的上述 就應該是一個容器 容器在上面的概念 就是一個器具 如果說你說杯子是一個容器 還可以 但是你說杯子是一個器具 那你還要花很多長時間 才能解釋清楚 所以這個下定義裡面 它有一個規則 叫鼠加種叉 首先你要講 這個概念是屬於哪個鼠 是吧 這杯子還有桶 是同類的鼠 對吧 這個在這個鼠裡面 這杯子是一個種 這個桶是一個種 它上述概念就是一個容器 容器在上面的概念 就是一個器具 所以一個鼠 首先要找到鼠 杯子是一個容器 然後要講它的特徵 是吧 它是一個什麼呢 它是一個喝水的容器 供人喝水的容器 那就跟桶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樣子一個下定義的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學了沒有 但是在科學描述裡面 特別特別重要 我們這裡面有多少是學工程呢 都學工程啊 這裡面工程裡面就是有這個問題 工科學生呢 它這裡受訓練不多 還是用這個畫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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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心會很大的 你走沒關系的 這個畫筒聽得太長了 你們如果你們這些學生 當然我就 比如說工程裡面線性系統 什麼是線性非線性系統 大家能下出準確的定義嗎 是吧 這些東西都確實值得我們 啊 認真的思考 如果沒有這種能力 你怎麼去做科學研究 怎麼去描述它 這個文字的抽象和廣義 是我們語言的特徵 所以在這裡面寫幾首詩詞可以 但是做科學研究的時候 我們要認真 要考慮啊 這種大概連的詞 這種大概連的詞 不光給我們科學研究 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而且呢 給我們社會操作 是吧 帶來很大的困難 這就是有些問題啊 非常複雜在國內 這個邏輯於科學 就剛才講楊子林先生講的 這個邏輯啊 近代的數學 它是基於數學邏輯 所以呢 這個由於我們這個邏輯方面的一些缺乏 所以我們在這個方面呢 就像易經 它是高層次的分析 是吧 我覺得很好 你們有很多思想 但是我們如何去發揚光大 這個要發揚光大我們一個文化 我們這個文化一定要比別人強 所以一定要對比 是吧 你要知道它的 然後你比它強 我們才能發揚光大 這樣沒有一個絕對的好嗎 這個好 誰好誰不好是相比的 相對的 所以呢我們要找出 要看著我們這裡面的 有些地方 這個文化的精華 這個我們有些做事情呢 有些喜歡用大詞 這個大的詞啊 它有往往呢 給給我們這個工作學習 給我們這科學描述帶來很大的困難 是吧 比如說中國學生喜歡說 哎呀我這個結果很好 這個結果做出來非常好 像這種詞我帶來很多研究生 像這種詞沒有意義 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啊 你只能說你這個結果 比那個好 是吧 又比較是不要太大 我們講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是個院士 非常很早就回來了 年歲比我大 在工作努力的程度下 這個意義上講 我還沒有發現幾個人 比他工作努力 他每天晚上我在國外 跟他打電話12點鐘 他都在辦公室 現在60多歲了 他做了很多成績出來 但是他發表的文在國外 基本上沒有得到認可 最後前幾年他訪問了我 在我們一起工作了三個月 他就給我 就談了這個問題 我就把他的東西看了一下 特別是中文的 非常好 新東西 但是交出去 都沒有被他 國外的期刊得到認可 他就跟我講 他說因為這個東西很好 所以國外呀 不讓他發表 是吧 那外面你學吧 跟別人搞的一樣 別人更好 我在外面沒有這個感覺 那麼多雜誌 後來我說 你把你的英文給我看看 他的英文呢 他說他曾經也擔任過 擔心過 這個英文呢 不太好 所以他請那個英文 幫他改掉了 改了以後 我哪裡一看 我看不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的東西太複雜 太引進了新概念 他在裡面造字 所以別人全沒看懂 就像姑娘像一枝花一樣 我的秘書就不懂 他就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麼多呢 他是國內一個主編 所以這七八上十年來 他把這文章 全部發給自己的雜誌上面發表了 這國外沒有了 你看多可惜 這個姑娘像一枝花 不是很多人懂 這個外國人聽不懂啊 確實有這個問題 你認為 以後像這種詞 很多很多外國人都不懂 這個邏輯與法典 邏輯與我們的規章制度 都有很多很多的關係 特別是語言 我跟一個學校 建了一個關係 聯合辦學 後來那個學校的校長 副校長我就很熟 我說我們學校同意 讓你們先簽一個合同 起草一個合同 看你有什麼要求 啊 所以呢 我現在通知你 但是由於我跟你學校很熟 所以呢 我就首先提醒你 你把那個搞語言的 搞法典的 法律的是吧 多請幾個這個教室來 寫一個好合同 無情話沒關係 我們簽合同已經簽了幾千個了 後來他就寄了一個合同 我們學校看不懂啊 他首先第一句話 根據這個中國的教育路線 那麼國外說什麼教育路線 我們從來沒有路線 哈哈 再去培養革命的接班人 這不是 這還不是主要問題 主要問題 好一我們做什麼 二我們做什麼 三我們就開始做什麼 但是我們學校沒看懂了 以後把他一改 改的 人都不是一些 什麼領導干 都一般的人 就是改了 改第一點 定義 尼柏普 為德爾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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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尼尼 比如說定義化工 H-U-S-T 是吧 然後根據第一點定義 我們兩個方面 什麼合作 根據一和二 我們在做什麼 所有的系列 都放在目錄裡面了 逻辑性穿起来 非常严谨 那么我就把这个合同寄回去了 寄回去给他们一看 好好好 那我就干你这个实行吧 我说已经吃亏了 他说我们怎么吃亏呢 你看养方办学应该是对的 但是他里面讲定义 Devapool University 叫University 定义理财是个代号 这就已经不平等了 这西方国籍就这么细致 如果在大的谈判桌上 这都是多少几千几百万几个亿的资金 就这样子可以被输掉 所以这个语言 在我们中间有些东西都能明白了 但实际上没讲清楚 这个我经常跟我们学生 跟我自己带领博士生 我就经常讲 我说这些东西你要注意 写文学写什么东西都可以 但是你千万不要再来写科技文章 比如说腔腔脚步声 整动了我的心 听清楚了吗 都听清楚了吧 但是我告诉你 腔腔脚步声不能整动你的心 只能整动你的耳膜 但是从耳膜到心 你还是讲不清楚 前年 凤凤凰卫视有一个节目 就是英语演讲比赛 那些女孩子在上面拿别人的能力真高 一个人在规定的事物文中 口才英语讲得非常好 我从来没想到现在中国大学里面 比我的英语当代要好多了 讲得这么好 但是有一个女孩 基本上接近了第一名 她就讲了一个事情 被裁判给抓住了 她讲了一个什么呢 她说英特王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她就是讲英特王 后来一些英国的外国的这些评价 问她英特王怎么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她竟花了20分钟没讲清楚 所以我输掉了 因为她的概念太大 是吧 这里面逻辑性不强 所以对这个逻辑语言 从姑娘这样一支花 我要是讲到别的方面去 讲到写作 我有很多很多例子 大家怎么写文章 这个内容有很多例子 但是今天是讲价值观 这个语言它带来了这个概念 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 中国学生最重要的 现在要跟世界上要接轨 但是我们价值观的概念太大 太大 所以我想把它分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 价值观与基础教育 成龙成凤 从小就听说 这是中国官司文化引起来的 从你现在觉得有些事情 想起来呀 真是有点盲目 不是个人的盲目 我甚至说的这是社会的盲目 从三岁开始 到三十岁还追求功力 不是三岁啊 胎教 有些人从胎教就开始 是吧 在这个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问题 前两天我在深圳 坐出租车 一个 我说你现在家里生活怎么样 我特别喜欢跟这些人谈话 他说 我说你现在家里怎么样啊 他说 哎呀 赚了几千块钱 老婆也没工作 我说你有几个小孩 一个小孩 不生气啊 读不好啊 是吧 现在没办法 只要出钱才能让 差几分啊 我说怎么读不好啊 他就是不会 我说你不要讲了 打住 我现在都知道你家庭 问题小孩没读好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你每天忙 是吧 晚上都在外面 回家就那么几个小时 见你儿子学得不好 你就骂 是吧 你这个没学好 老子什么什么呀 当你儿子学得不好啊 他一想 他说是啊 你说得很对 我经常骂我儿子 所以他儿子就没学好啊 所以这样子的教授方法 我不知道你们叫父母 骂不骂 现在可能80年以后 都是犊子 你不怎么骂了 但是这个强迫性的学习 从三岁到三十岁 是吧 国内读完了还不够 还要跑到国外去 要追求这一张文凭 但是这里面 很多人跟我讲些事情 我觉得可以 而且觉得值得思考 你们回去问问你爸爸妈妈 可能你妈妈妈妈 有一点这个感觉 在十岁的时候 你们能独立完成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到二十岁了 你们不见得做得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力和资产 都已经受到了摧散 那么沉重的书包 给你们压住 你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 是吧 逼迫自己做一个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听了很多 也看了很多 就是知识高 能力低 我想 想问一问在座里 什么叫知识 什么叫能力 请大家回答一下 什么叫知识 能力是什么 能力是做事的东西 做事的 清楚了没有 还没有不同的答案 那么做事不要知识了 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这个不是说问你 你问十个中国大学的校长 就有十个不同的答案 那么呢 我不是校长 我也我的答案 知识 不知道你们待会儿 同不同意 知识 是一种东西 你通过书本和老师传授 在一定的时间 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可以学到东西 叫知识 你当然你不要跟我讲 识识的全面性 很多很多知识 那需要一辈子学 但是这一种知识的话 它是通过书本 和别人的传授 你可以学的 但是能力 一定要重复 反复 做过一遍 再做一遍 而且要通过一段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才能得到的东西 叫能力 现在没有能力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教学体制里面 没有给你们 再做第二遍的机会 没有能力 自己也不住 比如说修皮鞋 这个人修得不错 他是修皮鞋的知识 还是修皮鞋的能力 他是很力 为什么呢 你这样讲知识 他讲不出来 他就今天做 我明天做 做了很多皮鞋 修皮鞋的高手 是吧 那么写作呢 也是这样啊 你现在有没有一个人 指导你们 这么写作的知识 那每一遍都不一样 他是因而异的 那么呢 你写过一遍 再写一遍 你像我几首诗 不知道写了多少遍 所以我这两年的能力 写作的能力 大大提高 为什么呢 他有重复性 如果没有这个重复性 得到的知识 经过了重复 就是能力 大量的 这个能力 非常重要 所以从这个问题 我想连生一个比较 比较 从哲学的高度来讲 是不是 在西方 他们特别 强调能力 在西方的管理体制里面 特别强调经验 我听了几个 那个凤凰卫视里的讲座 里面曾经提到 有些人提到 现在中国的问题 已经到了 重新回顾 英国的经典 古典经验哲学 的时候了 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的自然 辩证法呀 在学校考分很高 什么唯物主义啊 唯心主义啊 辩证法呀 这我当时考分很高的 但是回去到国外以后 发现有点不一样 是不是啊 现在经过二十多年 当然我没有读这方面书 后来就再也没读过了 但是我体会到 有些东西啊 从方法论的角度 来做一件事情 经验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辩证法 是个很好的东西 在中国我们每一个人都 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 辩证法 在英国连教授都不知道 除非哲学系的教授 他们不知道 因为这是哲学的一部分 你与其他学会 没有什么关系 在社会应用里面 也比较少 因为他们西方的文化背景 但是就辩证法这个问题来说 他在高层次里 是吧 进行分析 一分为二 什么东西都可以 但是他很难量化 但是在我们生产实践当中 很多东西需要量化呀 这个是3.5还是5.6啊 对不对 在做经济 做生理的时候 他需要粮钢啊 准确的量化 所以现在中国健康 是吧 持续性的发展 有些地方 不像一个快速发展一样 他有些需要 重新回顾 英国的古典的经验哲学 这个 这个价值观 与基础教育啊 有些东西就是 由于我们这个 官司文化 是吧 对公民 对这方面的追求 是吧 追求知识 是吧 这个特别是近年来 由于教育 投入不够 扩招以后 学生受训练的机会更少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对这种现象呢 我们觉得我们的学生 这个方面的追求 有些东西自己要做 以前有句话 叫十年寒窗苦 现在这句话要改了 不是十年 这个十当中要加一数 要练年寒窗苦 要读二十年 我们学生啊 确实花入 投入的东西太大 把一辈子啊 最精华 最保护的时间 全部投入了 有那么重要吗 无非就是学习学习嘛 人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这个事情 我前两年听到 那个凤凰卫视 有个高考 这个节目 采访了北京 就去年 北京的高考啊 在几个考点附近 所有的渔馆全部包满 为什么呢 让中间 让小孩休息一下 晚上的九楼 全部满座 亲朋好友 再补养不养身体 那一天补养得上去吧 对不对 但是他们都是 九楼 宾馆全部包满 还听说 有几个父母死掉了 热死中暑啊 那因为小孩在里面考 是吧 这个 家长在外面等 后来中暑以后 就死掉了 听到这里以后 我就写了一首诗 我给大家念念 七里高考 大活泱泱 十日天 七月份 全民高考 放空前 他不是考学生 他把爸爸妈妈全考了 童笙卷上 酸心泪 童笙是清朝的考生 叫童笙 清朝考科举的童 叫童笙 童笙卷上 酸心泪 父母街旁 酷暑街 鱼馆市间 考试的期间 鱼馆市间 烧意气 九楼刻后 满兵眼 独桥万马 公民路 乡野春夫 孝等闲 最后一句 我给你解释一下 独桥万马 公民路一动 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 但是什么叫 乡野春夫 孝等闲呢 这乡野春夫 没有知识 他就说 你们这一拨人 到底干嘛呀 把这个钱这样子花 这么去干嘛 他不懂啊 你人生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这样表现 主要是表现在什么呢 表现在一种 人 学生 家长 社会 一种无赖 别人说你吴清华 站着说话 不要疼 是站着说话 还是坐着说话 不要疼 因为你在国外 如果你的小孩在里面 你也会这样做 那当然了 可能我也会这么做 但是这确实是个问题 是无赖 你不得不这么做 是这回事吗 当年我们两个凡事 中国当年你们不知道 中国的封闭 当时两个凡事 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对吧 非常封闭 没有几个人想到 那么就在一两年之间 一下就变了 观念一变 全变 我们现在的一个无赖 可能就觉得 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 观念变了 它实际上就跟紫一样的保 一下就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写这种事 由于我们这样的教育体制 所以我们有些东西 加上前面说的一个语言 文化 我们有些学生花了很多精力 但是学的东西我们都懂了吗 我们都用上了吗 我有一个朋友 是深圳大学的院长 他的儿子13岁 非常喜欢画画 画得非常好 现在在北京美院 读高中 准备直接上大学 读这个方面 他当时13岁的时候 就画了一幅画 我就说他叫伯伦 我说伯伦啊 你在旁边写一首诗 把五百万的诗装上去 就更好了 他就说 哎呀那是 他写得更有文化底蕴 我一听十二三岁 文化底蕴 我马上问 什么叫文化 什么叫底蕴 一下急了 打不过来了 打不过来了 第二天早上 他爸爸就跟我讲 他说 我叫什么 我儿子昨天 你晚上没睡觉 都在犯那个 什么叫文化 什么底蕴 还没搞清楚 所以在我们这个学习的当中 学了很多东西 就像那个姑娘 像一枝花一样 你好像明白了 实际上又没明白 大家都接受了 但是仔细一问 又讲清楚了 中国文字 有这个问题 是吧 特别是一个成语 他同样一个成语 把人可以说得很好 又在另外一个时候 又把人说得很坏 所以这种字 确实很多 唯一呢 唯一就是我们这个文字的广义 抽象 他没有这种逻辑 当然了 你说 当然这个问题 我还还不能随便讲 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 第一个 我不是研究 也不是研究文字的 我只有这种感觉 这是价值观的第一个方面 价值观与基础教育 这个教育里面呢 你们知道 我们现在有些问题 很大的问题 不光是从三岁到三十岁 追求公民 而且呢 我们都是美人 一上学 开学要领教材 我以前是这样子 我相信你们能守一本教材 文科都有 是吧 而且呢 这个晚上要做作业 有那么多考试 是吧 有教材 根据教材 这个 一步步的学 然后要考试 在里面动手的机会 更少 读了一个学位 又一个学位 是吧 要争取名牌 这些等等的 但是你没知道 在西方 在英国 我虽然没有在里 读过中学 但是我儿子 读中学 读小学 我看着他 一步步就读过来 我讲些事情呢 可能你们都会觉得 这个反差特别大 在英国里面 英国教育 中学里面 中学生教育 小孩教育 在十一岁之前 没有任何考试 是我儿子第一次 碰到十一岁 开始考试 在他前几阶 是十五岁之前 没有任何考试 他是第一个 从他那一届开始 十一岁开始考试 晚上从来不做功课 上学没有人 哪个教材有一本书 不光是小学中学没有 大学没有 每天 以前 当然我们现在 也是五天子 是吧 他们学 我算了一下 他一辈子在读大学 博士这个之间 他们很多人 不读博士 就是读大学以后 整个的学习 从小学到大学 他的学习 在课堂的教授 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不到 他不是现在改变 也不是前五十年改变 也不是前一百年改变 这今几百年 全是这样子 但是在英国 是吧 这个历史上 他培养了多少科学家 多少有 好莱坞有多少 他的名演员 他在世界上 你求了 他发明了很多 但是我们呢 就报了一本书 是吧 要你考 然后当时我出国的时候知道 老师从书本 操在讲义上 再从讲义上 再操在黑板上 在黑板上 再操在笔记本上 当然现在可能好一点 改变 一样的 那会多少时间 这个学习知识 倒并不重要 但是学习的能力 非常重要 刚才我已经讲清楚了 什么叫学习 什么叫知识 什么叫能力 所以这样子一想起来 我们这个 教育体制里面 这个有承担很多壁子 教育系统里面有很多壁子 为这个里面 小孩三岁上学 上好的 多少父母 把自己的一半钱挂进去了 多少父母 为这个吵架打架 最后离婚 他不光是父母 爷爷奶奶也搞进去了 他不光是爷爷奶奶 叔叔奶奶 全进去了 不光是50%的家庭 不光是80%的家庭 是90%以上的家庭 全搞进去了 所以我叫全民高考 放通钱 就这么严重 我们一个社会 就为了教育这个问题 对每一家每户里 50%甚至一半的生命 全部就这样搞进去了 所以我们如何改变这种壁子 是吧 使得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 教育 真正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是学功力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个人文的问题这么重要 所以我自高费力来讲这个 虽然我这个知识很差 对不对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当然了 这个问题越讲越远 我还是回到我第二个方面 就是科学研究创造力 它与兴趣特别有关系 没有兴趣就没有科学创造力 但是我们现在做事 不是有兴趣 不是凭着兴趣去做 而是凭着做了这个事情 我们能得到什么 这样子不可能产生 科学发现 科学研究 我跟我很多英国的教授 做了一些讨论 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是从中国去 我认为科学应该有方向 科学研究有方向 但是我们很多科学教授认为 科学研究不应该有方向 有什么方向 因为这是大自然的 这个是大宇宙 哪个方向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方向 你做都没做 你怎么知道这个方向对 所以应该八个方向 凭着兴趣去做 当然了 这个问题同不同意 我还是要考虑 但是有些事情 我想把这里讲清楚 从语言逻辑学方面 把它讲清楚 科学研究 不是 起码不直接是 推动 科学理论的发展 不是 科学研究的目的 不是推动这个科学学科的发展 这句话听得新鲜吧 为什么呢 这就是事实啊 艾迪森 发明了那个灯 灯泡 当他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时候 他知道以后的理论是什么 他想都没想 他只要灯泡量 对不对 朱利夫人 对于用 是吧 这些东西的研究 他们也想到这么重要啊 他当时已经想到那种反应 爱因斯坦 很多的科学家 包括刘润 他们做这个事情 凭着兴趣 凭着对当时的执着的追求 他根本没想到什么理论发展不发展 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有一次 我现在搞生物学了 是吧 为什么呢 这个交叉学科 生命科学特别重要 我想把它用到工程方面 这个生物学的描述啊 我跟我几个生物学的这个教授 一起讨论 我总想提出一个框架 完成一个系统的理论 是吧 有个理论心理 全面来描述 来推动描述生物系统 讨论了很多次 他都不懂得我的意思 我也不懂得他的意思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说 我最后想做一个这个事情 把它理论进行完善 他不是完全懂了 但是说了一句话 对我影响非常大 他就说了一句 理论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不是像我这样子 有规划的发展起来的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 他不是你一做的 是你后人做的 所以现在 别的腐败我就不提了 对不对 但是 那些那些人我不愿意讲 那个讲了以后也没 我不跟他说 我用一首诗跟他们讲 疫情额真心 温神范 急功近利 人情患 人情患 学风腐败 成心祸断 苍桑多变 生涯案 今年累月 光阴传 光阴传 黎沙喜记 真金灿烂 那么就这件事 告别的那些人 我现在要讲的对象 是我们精心 非常努力的做学问 这些做学问的这些 我们有时候也没注意 这里面有问题 所以在我们很愿意为学校做出贡献的这些领导者里面 为我们这里面的很多 是吧 精心业工作工作科学人员 老师 学生 我们一做起来就是 我们要发展 这个学科 是吧 做科研 这样子 谈到很多很高 高层次里 大概的东西 但是做科学研究里面 它不是这样子 做科学研究的目的 不是为了发展什么理论 它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那在科学业最简单的科学研究 它是要证明这个3.5比5.6要好 这是我们的科学研究 哪儿 你不去赞助 不管给你多少钱 不管你平台多么高 你最后做不出来 所以这个科学研究 所以这个科学研究 与兴趣 是吧 与我们对这个价值观 什么叫有用 什么叫没有用 这里面呢 差别很大 这个我们的学生 已经在大学 特别有些学生 跟我从中国来了以后 跟我在国外读书 他就说 吴老师 我想做一个很大的贡献 是吧 这里面做出了一番成绩 甚至在理论上以后有贡献 他们都是非常有这个向往 非常努力 他们都是 据我看来 他们重理论 轻时间 但是在西方 是轻理论 重时间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读研究生理的时候 跟很多英国学生 都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说你这个做理学的东西 是不错 但是你不符合理论 他被英国学生说 为什么要符合理论 他就不懂 为什么要去符合理论 这个好就好 所以符合了这个理论 他就不可能有所发展 就是因为他不符合这个理论 他才能创新 然而这个创新力 这个成绩 他回来 就推动了理论的发展 但是是不是理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后人都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科学研究的目的 不是起码不直接是 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 那个事情 对我们一个工作者来说 那个概念太大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灯泡亮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证明3.5比5.6要好 我们这个社会 由于我们这个文化 一开始就有很完备的理论 特别在思想上 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 思想上 书 是吧 完整的理论 规范 在西方呢 他以前没有这样子 也不是完全没有 大家古希腊的一些哲学 是吧 比我们还早 比如说贝拉陀 是吧 这些都比孔福祉还早啊 但是西方 很多地方 他们是敢于实践 善于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 在近代科学上 西方的科学发明 创造比我们多 作为一个成功者 他最重要的就是实践 实践 是本质 修正 是精神 我写的那篇文章 那个哲学文章里面就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就是对小平提出来 讲到用了一句话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对不对 使得中国改革打开了 改革开放的大门 但是这句话 你仔细想一想 他就是强调了 实践的重要性 但没有强调 如何去实践 这个方法论的问题 在实践的过程中 实践是第一性的 是本质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进行修正 没有修正的实践 是盲目的实践 包括社会实践 但是在我们的 很多实践当中 我们没有这个修正的机构 不是没有这个修正的决心 不知道这个思想上 不知道修正的重要性 在社会上 我们没有这种修正的机构 欢迎一意讲 就是我们的实践 不是那么有效 特别是在以后 稳定健康发展的 中国社会里面 这个实践和修正 更为重要 价值观与创造性 这里面呢 我想上升一个高度 这是从哲学上面讲 这个创造性呢 它首先有一个 要打破规范 它不能俗补 所以在哲学里面 这个打破规范 不强调一元主义 它要强调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的提出 是根据针对于 一元主义和自由主义 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做科学研究里面 你不能想这个东西 总是正确 特别要用批判性 科学研究方法 批判性的眼光 去对待每一个结论 每一件事情 你不能赞同 你只能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有这个基本条件 去具有创造性 批判性的思考 是科学研究里 最基本的精神 没有一个绝对真理 第二个 科学描述的准确性 为什么我抢到 无量相应之花 为什么讲 什么叫飞行系统 包括我现在讲 刚才讲的一个院士 他自己的一辈子 这些写作 给他自己的成功 和这个当时的 他这个理论上的发展 带来那么大的战略 就是这个科学描述 我们从来就不注意 现在到我那里的学生 从中国 划工了很多 我基本上的学生 很多都是划工去的 他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能描述 所以我经过好多年以后 我就开始注意 只要去的学生 我首先对他写作能力 描述 这个大概的词 大概的意思 只要一写 我马上就出处 这个概念太大 比如说 枪枪角度生 整动了我的心 是吧 这个成绩非常好 那个performance very good 是吧 这些词 我全部都要花掉 是吧 再连一开始 就讲这个伟大的意义 那个伟大的意义 写那么多说什么 当然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 还要你做那么多干嘛 这些词句要 这些词句要 每一次 当然了 你要说我有机会 我跟你们讲讲 这个科学文章的写作 首先标点符号 句子用短句子 用你词 不要用外言大的 要用外言小的 是吧 非常具体 还用那个内涵 稍微深一点 这种词 来写 要学会 不要用长句子 要短句子 排版和标点符号 特别重要 啊 再开始 你文章怎么分落 文章怎么分段 怎么结果应该怎么样 那还是第二步 你首先要把排版 是吧 把小时 把拼写错误 这个东西要 要最基本的训练 你说不能说 哎呀 我是中国名校 已经读完了硕士 最后标点符号 都打不到了 但是我们学生里面 现在很多的同学里面 不见得都打得准了 如果你们打不准 那以后怎么教学生啊 那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所以这个小的事情 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在做科学创造 科学研究甚至 我们要做小事情 只有小事情 才能出现伟大 只有最做最平凡的事情 才能出现伟大 你做大事情 出现不来 我们的学生 在这个方面 往往对科学研究里面 追求方向 而不是面对问题 不是面对我们最实际的问题 总是要追求一个方向 哎呀 这个方向怎么样 甚至追求一个 不光是学科上面先进的方向 关键啊 哎呀 这个方向还怎么求职啊 是吧 这个怎么找工作啊 啊 这个人生 这个方向给我带来 人生力更精彩的那一点啊 当然了 确实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们选来选去 选到了吗 还是没选到 最后选来选去 这个方向又跑 那个方向又跑 已经选了一两年了 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个学生 教师 科学研究者 在科学研究里面 确实要打破 这个绝对的真理 一种规范 一种标准 一种价值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禁句 否则呢 我们很难做出 科学研究里 这个创造 我创造系列 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中 在国内的高校 这个学科啊 过于太专 当然现在已经谈了 很长时间了 专业过载 现在也慢慢的 也开始变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理科 就像一开始讲 理科太薄 没有理科 不研究大自然 他怎么有科学 创造 那工程 那工程 是吧 他也在国外的 很多工程 你想想 我是搞电力 我在电力大会上面 是吧 很多公司 也经常讲 电力系统啊 他从来就没出现过 什么技术 他是个应用学科 他是从别的地方 应用过来的 那不管你远见算发 还是一些什么东西 那里物理学 化学 是吧 生物学 他早就已经发明了 数学里面早就有了 只不过是换一种形式 用到解决的工程里面的问题 但是这些新理论新方法 是吧 新知识 都是这些理科 是吧 数理化 是吧 还包括其他的学科 特别是在近代 交叉学科 他都是从这里面开始 生命啊 包括信息啊 你们肯定不注意 在计算机 在我们到底算工科 但是在西方 他是属于理科 是science faculty 对不对 fact of science 他的计算机都不在工科里面 他因为是computer science 对吧 他都是属于一种理科 所以对理科的重视 他所以他的功课就发展快 发展有效 技术就上去了 利文普 1881年 算英国25所名牌大学 老牌大学 红砖大学 红砖大学的几手 这个 他的功课只有10% 而且读功课的学生 都是最差的 他读理科 比功课好一点 英国最好的学生 读理科 读法律 读文科 实际上我的感觉 不光是因为英国 是一个饱和的 发展以后的国家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发展 与人有关系 一些学科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功课也重要 但是间接 他不直接接触 那么 有些人会跟我这么说 他说中国 现在制造业 建筑需要很多工 确实是事实 对不对 确实是 但是同样一个方面 同样一个方面说明 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 有些自己的工科 这么重要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 是吧 从工科 从升学大学 升学从百分之七十几 去年降到工科的百分之三十九 以后还要工科 大学考试的报名 考工科的越来越要下降 其他的学科 特别是经济 是吧 财团 是吧 语言 还有包括这个语游 其他的一些学科 都增长很快 社会服务里都增长很快 所以我们不是说 工科不重要 工科非常重要 但是在我们大学里面 出现了一种 工理不分 很多人就到工科里面 他也做了一些理 当时候工科也没做 上一个理也没做好 我们这理科该发展 也没有得到发展 资金不足 由于价值观的原因 对他不重视 找不到工作 所以这样子的学校 不管有多少诺贤人后奖子 不管有多少院士 他不是一流大学 你就请几个诺贤人 会当你这个大学来 当你个什么 请几个院士 一百个院士 放一台 但是你这个知识的结构 学科的不合理 你暂时国际上评 你绝对不会评为一流大学 现在科学 这个基础研究 与理科非常有关系 甚至于人文 都有很大关系 国际上 这个技术的挑战 就是表现在这个方面 所以作为我们学生 我们的教师 在大学里面 我们要认真 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的这个创新能力 我们对技术 有些片面 技术这东西 概念的有些片面 就使得 有些问题 发展的 在发展通路中 问题的复杂化 越来越复杂 比如说 有些东西 什么技术 什么叫工程 什么叫理科 有时候都分不清楚了 在价值观上面 你看看 深圳的广教会 不是 深圳的高教会 高科技教育会 我从第一届都参加了 但是你去看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它不是什么高科技教育会 是产品展销会 都是一些 直接卖产品的 没有技术 技术的交流 反而没有得到 它名字叫高科技教育会 最后变成 产品教育会 但是你到国外 参加教育会 这个技术教育会 大部分的教育会 它产品 它没有教育会 你在广告 商场 什么 这个公司 你自己订购就行了 但是真正 你有个教育会 展览会 它展示你 全部都是技术 是你做产品的技术 然而这个技术后面 有大量的 这个技术科学研究 没有这些技术科学研究 它就不能创新 在我想讲一讲 很短的时间讲一讲 价值观 与社会发展 由于语言上的抽象 对于那些学风不正 对于那些 谋取私利 这些东西我就不谈了 对不对 不跟这些人谈 但是我跟一些 真正想做出成绩 真正想把事情办好的人 我们也有些 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说 一个公司老板 他想把事情做好 他说 我们要打造一个 名牌产品 产品是打造出来的吗 你仔细想想 世界上的产品 从来没有一个 是打造出来的 宝马奔驰上面 一个发门 他们在60年代 是一样 到了70年代 材料变化 他又修改了一点 到了80年代 电子上去了 他又修改了一点 长期的不断的修改 他才成为名牌产品 我们打造什么打造 就是给一张图子 给你打造不出来 我们还甚至要 打造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办的 他要从小往上面办 这个企业才是健康的发展 我有同学在别的学校当校长 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校长 另外呢 他说 哎呀 你看看 我们老吴啊 你这个同学当了校长 他下一步啊 要让我们学校 上一个新台阶 跨一个新台阶 快速的发展 上一个台阶 我说打住打住 发展从来没有跳跃性 发展都是迅速渐进 你跳跃 你跳跃试试看 你现在就跳个大窟窿出来了 所以这样的东西 对我们好心人去操作 都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问题不具体 但是这个好心人 给坏 那个不好心人 你像扭了多大的窟窿 让他去转 他在里面转漏洞 博取私利 乱入这个国家的资源 这种人 他的数量 往往大于大于 那些好心去做事里的数量 我不愿意直接谈反对这个批判 那个我是从语言的角度 从那个概念的大概的这个东西给我们学习生产社会实践带来了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的思考 当然了 这些东西呢 有些 有些问题呢 我们确实要想一想 为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比如说科学研究 创造性 做出有成绩的 我的自己的 这个感觉 就是要做最细致 这个工作 最小的 最平凡的 是吧 这些东西 否则 你不是走捷径 你是走观众 最后一点点 我想讲一个问题 当然了 在这个之前我讲点 这个 我的秩序有点不对 所以我想想我们在海外 是不是 对有些问题是这样看的 我想通过这首诗来表达一下 这是去年我在旧金山开会 碰见了两个朋友 他是我十一年的师兄师弟 他是我师弟 同一个导师带出来 但是十五年以后 我在旧金山碰见他们了 他们在美国当教授 在公司当老板 是吧 我们几个人在旧金山一个雨色里面 我们就谈了很长时间 这个 重逢固有旧金山 往事烟影彻夜谈 共向人间名利众 同优事长 李秦才 寒言蜀库多风雨 民旧功臣少月欢 孤独他象 情两戏 一尊为咎 罪与遗憾 我请大家听一听 七律故有重逢 爱的寒言 一声 你以仲 无情 May 寸重逢固有旧金山 忽世烟 coffee 虎琴月 蔬月葳 周 Object 共向人间名利众 同幼世上 李秦才 谈年述故多风雨 明镜功臣少运完 故土他乡秦阳兮 一尊美景 醉于汉 谢谢各位 最后我想讲究 这个音乐不错 我的学生 我这几个博士生帮我做的 最后我想讲 因为在座里 大部分都是学生同学 大家都想当天才 我就想讲一讲 什么是天才 请问 你位同学告诉我 什么是天才 天才是什么 什么是天才 没有啊 好 请讲 第一次我听到这个声 基本上很正确的答案 因为很多人 他这个天才都认为 与基因 与你这个天资 有这么重要的关系 其实名人里面 没有一个这样讲 什么是天才 我用名人名言 天才是由于对事业的恶爱感 而发展起来的 简单来说 简直可以说 天才就本质而言 哲学的语言 本质 概念的本质 当然有很其他方面 我们谈本质 就本质而言 无非就是对事业 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 如果想成为天才 你对事业不热爱 对工作过程不热爱 你就不是天才 天才不能使每个人不比工作 不能代替劳动 要发展天才 必须长时间的学习 和高度紧张的工作 人越有天才 他面临的任务 也越繁重越重要 这就是天才 所以根据这几句话 包括周贝林 无论天才有多么高 他能需要用学会技巧 来发挥那些天才 你看周贝林的技巧特别弱 他是长时间里 对这事情非常爱 长时间里去做 他就变成表演天才 当然在科学上 没有平坦的大道 只有不为老骨 沿着堵峭山路攀着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哲学家马克思 所以这些话 你用这些话去评价一下 我们现在被承认的天才 不管是狼狼 还是那个打台球 你也叫什么 他们都是这样 他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爱 他做的事情比别人多 要邓亚平 那个练球 狼狼的钢琴弹次数 他就成为天才 现在成了天才以后 有些人在下评论 哎呀狼狼八岁多么聪明 怎么聪明呢 你跟我讲讲 怎么良度 他比别人是聪明 百分之五十还是三十 讲不清楚啊 但是你不难想到 他一定非常喜欢他 他长时间紧张地在那里工作 这样就是天才 前不久 我在那个凤凰卫视 看了一个节目 天生少年 中国神童之路 大家不知道看得没有 对中国 现在大学培养了一些 特别年轻力 是吧 少年班啊 这些天才啊 这样子培养 基本上是否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某些地方 他就对这个热爱 是吧 对一个长时间高度紧张的工作 甚至到不停叫化 最后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 是吧 到时候 就连他小时候的天才都给否定掉了 天才 他只能给那些成功者 你从来没有发现 这个不成功的天才 要成功 要成功 要表现你的天资 他需要 首先要对他爱 要喜欢他 然后高度的 长时间的 紧张的去工作 就能成为天才 所以呢 我希望在座里都能成为天才 是吧 你不要发现 哎呀我没有他聪明 我没有他那个什么能感 那些东西啊 在某些方面来说 是说不清道不白的 但是能讲清楚 能做的 都是自己能把握的 在我结束讲演之前 我送一首诗 给我们在座的学生 再送一首诗 给我们的校友 虽然他现在不在这里 很多一些校友啊 我的同学老师不在这里 我现在想给 第一个就是岁月的光滑 是我的感受 作为一个学者 是吧 作为你们也是走这条路 学良刺骨 大家知道 是吧 学良刺骨 凌云至 砥砺东西 度碎化 岁月光滑 我东西是讲东西方 在里面磨练 我们这些人 学者都要有梦 幻梦千尘 游见鹤 我们要有情 痴情万离 撒天涯 作为一个人 我们为人 我们要祥和 有幸 有幸 要做人的事情 祥和有幸 为人事 对幻梦坏事 我们要勇勇为人 斗寿场 这一辈子走的路 都是非常坎坷 但是要 阔谱高歌 真坎坷 这一辈子到底是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 就是担心一片话筒响 有幸 玄良寺 凌云之 地的东西 渡水荒 幻梦千尘 游见鹤 痴心万里 洒天阳 祥和有幸 为人士 勇猛无怜 斗寿场 阔高阁 真坎坷 担心一片 画童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为我们同学 是吧 你们刚刚开始 人生刚刚开始 下面一首词 信仁春瑞雪 冒天下之大不为 竟敢用信仁春去写雪 这个是写 当然不是当代社会 起码我自己觉得要近百年 近五十年 近十年 近几年 中国的社会 写社会 写人生 晚上的雪 木雪 晚上的雪是那么白 看见那个群山 灰蒙蒙蒙 你看 在远方的山岭上面 有一棵静松 这个静松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了人间的夜 看见这个穷山屁蓝 看见那个风不涉影 风是那么孤独 农色是那么偏移 他也看见了繁城闹市 北京 武汉 深圳 上海 纽约 伦敦 繁城闹市 车如流水 马路路 车水马路 他看见了一些穷人为了生计 在冰封的寒江上面打鱼 磨身 看到很多边防战士 一个人在里的站岗 也看到很多这个科学家 深夜的彻夜的工作 同时他也看见群席盛宴 这个大老板 我们这个大宴会 不管是有钱没钱 喝你是一杯佐酒 还是一杯高级的 那个蓝带 XO 但是人生在困难的时候 他都是痛饮一杯万事空 在这个时候 除夕夜来了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 人应该互相珍重 互相卒越 特别是我 从外面往里面 盼丰莲瑞雪 覆盖江东 飞鸿展智 天高任了飞 他看见了万里和山 这个飞鸿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了人间的烟火 悲和观从来就没有断去过 他看见了古道的离别 不管是亲人 英雄 情人 他们这个痛苦的离别 泪撒在芳草丛中 他看见了祖国的大好山 但是世界的事从来就是那么不飞不公平 多少英雄 为了阐出这种顾问的事 他们奋斗了一生 到最后临死的时候 他恨 恨苍天 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 不给我更多的时间 不给我更好的条件 把我的事情做完 无数英杰恨好久 但是这个时候 春天来了 我们应该查去以前的旧的痕迹 雪花了 花又红了 请大家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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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雪哀哀,蒼月茫茫,圆里尽松 看穹山屁壤,风孤涉叶,凡尘冒似车随马游 不掉寒流,群膝盛宴,痛饮一杯万事空 除夕夜,盼风年对雪,覆盖江东 天高,惨次飞鸿,浪漫里河山俯看中 望人间天火,悲观雨去,跌离古道,泪洒芳草 秀水银传,颜娘世事,无数音节,恨好穷 新春霸,是前年旧季,雪盼花红 谢谢,谢谢各位,我的讲演到此结束 我们非常感谢吴老师跟我们的讲座 我想吴老师讲座让我们两点启发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学所学的专业要有热爱 如果没有热爱的话,我们很难出的很大的成就 不能为道量毛而选择一个热门的专业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大学里面不仅仅学一点点知识 而死的知识,应该把学的知识又把那个知识要长化为自己的能力 那么现在呢,那个同学们可以自由地提问了 好,请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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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对于中国的价值观来说,如果中国从9亿农民中分3亿农民给英国人,英国还能说他们的价值观还是这样的吗?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来说,因为贫穷,中国的9亿农民可以说他们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是很难被保障的。 而在英国的话,我想不会有人说可能会被饿死而读书。 好,谢谢各位,谢谢你。 你这个提问,因为我这个讲演是第二次,我在广州讲过一次,同一个学生也是这样讲。 你好像对英国的文化,对中国的文化,但是这句话我在一开始都讲清楚了,我成绩不讲。 如果我大奖成绩的话,你就可能没有这个感觉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就是因为考虑这个9亿,这个发展的不平衡,考虑如何去走捷径,如何把教育搞上去,如何不让这个家庭,是吧? 这个特别是贫穷的家人,承担这个负担。 在我们这个培养教育人才不但有王务性所谓,所以我思考了很久才给这个讲座。 从高层之内,而不是从简单的措施方法,是从文化,从哲学,这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希望我这已经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有两个问题,有一个很小。 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基础研究与人们学有很大关系,这我不太理解。 我们再讲基础研究与人们学有很大关系。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说您现在在做生命科学与定性工程的交叉学科。 这个能不能给我做些介绍? 然后有请求是能不能得到您的一奖名片? 谢谢。 明片第三个问题我待会儿给您。 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先回他。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关于介绍这个问题,你可以看见我的网页上面。 我最近发表了很多文章。 我把细菌啊,这个建物啊,在复杂系统研究啊,做了很多。 当然了,现在是人文讲座,不是我的学科专题讲座。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以后你要了解的话,你可以看看,对吧? 这个确实很重要。 但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文与科学研究这么重要呢? 有这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我确实也讲清楚,没有时间去。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理解了一些。 我们有两大科学,一个叫自然科学,一个叫社会科学。 在西方不叫社会科学,它叫人文科学。 这两大科学里面,它从来就是相互对质的。 自然科学家讲,我是第一性。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研究什么,包括你人,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是吧? 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啊。 所以这个人,是吧? 动物都是属于大自然。 包括你这个机器啊,桌子板凳啊,都是你。 但是人文科学下,它不是这么讲的。 它说我是第一性。 为什么呀? 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不管去做什么,你总是人做的吧? 不是狗做的。 所以人如何去做,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面有一个学科,当然了,我讲你不要说我英国又好了起来了。 但是确实它有一个学科,在英国非常不错。 邮金剑桥里面有很好的这个学科。 叫科学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里面,就谈科学研究,对人类社会到底起什么一桌事情。 到底要怎么做? 是有五百分好,还是没有五百分好? 这个社会怎么达到一种平衡? 大自然用意一个什么样的平衡? 当然这些问题,他们的研究也得到了联合国, 包括现在的世界的环境污染等等的, 都是从这里面来的,都是从这里面研究的。 一个长时间的社会发展。 所以这个人文里面的一些东西,确实重要。 在科学研究里面,也更为重要。 包括我里面讲的语言描述啊。 是吧? 包括我里讲的,这个研究的价值观啊。 这都是人文里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将来讲了一个, 这个人文里面的东西,与我们科学研究。 但是具体的一些东西,我没有花时间去认证它。 特别写论文去认述它。 因为它要的资料太多, 所以我要做工科里, 我有很多工作,我没有去做。 我没有办法去。 我只能写两首诗,表达一下感情。 花点时间少一点。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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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您好。 我非常赞同您对中国教育的一种看法。 因为我对这方面,不仅有自己亲身体会啊, 然后我对我的周围有一些想法。 中国现在一直都在搞教育形式改革, 我们强调要素质教育。 但是越改, 好像同学们的书包越来越厚了, 越来越重了。 您觉得, 我的问题是, 您觉得, 中国究竟有没有这个凉框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 包括我今天中午, 给我妈妈打电话, 我都觉得, 我的童年, 我就觉得很不快了。 尽管我是, 我家有的人对我管理很严格。 我记得我小时候说, 好像开电视都没得看。 然后, 我跟我妈妈就说, 我妈妈也觉得很后悔啊, 什么的。 但是呢, 我审生她的小孩现在在读小学, 然后呢, 她只要孩子没有考好, 就有一种暴力的倾向。 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说服她。 因为, 她会觉得, 哎, 你已经是考生大学, 你在说这种话。 我觉得, 没有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 特别是农村的, 这些农民交涨的一种意识。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好像是, 考生大学是唯一的一条受入。 谢谢。 好, 谢谢你。 这个, 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确实没有, 因为她的问题太复杂。 所以我想了很长时间呢, 我没有从具体解决方案上面去, 考虑这个, 提这个建议, 提那个建议。 我是想从文化这个角度, 来分析。 甚至还具体一点, 从语言和价值观。 我讲了一句话, 中国和西方, 中国社会的进步, 它跟西方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 不是金融上面, 不是技术上面, 不是管理上面, 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 谁一种文化能战胜, 谁能一个文化更优先。 所以这个价值观的概念, 这个文化的东西, 如果大家在社会里面, 是吧, 得到一个共识。 那么这个问题呢, 很多的复杂的问题, 那太多了, 这个问题, 它能解决。 那你就一个措施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它改变不了大局面。 所以我就要讲这个问题。 那具体的问题还得要具体对待, 对不对啊, 比如说人家投资不足, 那是我们周部长的问题, 那我讲也没用啊。 这些等等的问题。 但是现在, 我出现了另外一种担心。 这种担心呢, 我没讲。 啊, 这个问题又开始慢慢变化。 事情变化特别快。 就是昨天, 我听了一个很贫穷的, 湖南最贫困的, 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是吧, 在一个科学院研究所里面, 他出来读博士。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现象, 他说现在, 在贫穷的落后线, 那些人啊, 再穷再穷, 很穷人啊, 他不想读书了, 不想几十年, 几百年, 在中国农村里面, 最群横里, 总是要让那个母亲啊, 慈母啊, 总是希望儿子能读书啊。 是吧, 最后这一家, 这个家子, 才有兴旺, 才有出头之日。 现在这没有了。 出现了什么呢? 不读了, 反正我邻居, 打工你, 没读书学, 打工你比我赚的钱还多。 他们有钱, 没钱, 他不去读了。 所以这个传统的观念开, 我一个方面说要改变它。 在有一个方面, 它是另外一种方面来改变它了。 是吧, 这个农村里, 中国农村, 都是为了这些子女, 母亲, 父亲, 一辈子辛勤劳动, 希望子女去读书。 这种愿望, 都已经开始没有了。 这很令人担心。 这就是我们价值观, 变化, 变化太快。 对社会的变化, 它不能把握。 所以我从价值观看起。 谢谢。 中文老师,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别的, 一个问题和一个请求。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关于你们诗词的。 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做, 仍然一个字, 一个字, 你也当然顺及不须。 也就是说, 要写一首很好的诗, 或很好的词的话, 实际上要花很大的兴趣, 而且要有一定的文化底分的。 不好意思, 我用用这个词。 我知道就是, 我也看过, 就是在我们的大学教师里面, 也有一些, 就是, 他们有一些工程, 就是相当于做出一些很有成就的, 他们也会写一些诗词。 当然我觉得您写的诗词, 还是很有文化底分的。 刚才您说过, 刚才您说过, 就是说, 您只写过五千多个汉字, 这让我很奇怪。 这些五千多个汉字的话,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写出这样的诗词来的话, 应该还是, 对文化也很精通的。 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些诗词很好, 音乐也很好, 画面也挺精美, 不知道您能留给我一份。 谢谢吴老师。 第二个问题, 你要是这几个拿去也可以, 但是这个是没有版权的。 为什么呢? 我不愿意到时候, 这个音乐和图片是网络上, download的下来, 它不是我的。 是吧? 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里面发现, 里面很多都是简洁了, 我学生把它剪了。 所以到最后一个字, 音乐刚刚结束。 所以, 我们都是, 这里面从, 要是传出去的, 这个, 当然了, 除非商品的那可以, 对不对? 大家听一听可以, 但是这个绝对不能做商品上的任何交易。 在第一个问题啊, 你说我怎么写出来? 第一个, 我一辈子没有只写五千字, 我是近二十年才写五千字。 华中科技大学, 在文化大学名后, 我的文章很多, 在你们院刊上面。 当时学那个哥尔巴赫猜奖, 是吧? 把旧老酒解放出来, 在华国医院刊里, 我也写了很多。 关于祖国商务一片红, 华中科技大学里面运动会, 当时报到的稿子全是空口号, 那我是写的最好的。 但是作为文化体育我确实没有。 因为当时的画工, 包括我自己, 是吧? 我就没有读到的书, 我是第一季下农村, 我下农村十四岁, 我就没有多少。 这个语言, 杨树子一样就读论语, 我第一个读不了, 要是我读书要靠论语才能毕业, 我肯定毕业不了。 这些对于中国的语言, 这些修辞我确实没有。 我很多东西都是后来请教我的学生。 但是有一点, 好诗词不是专业诗人写出来的, 他是自己有这个经历, 一番的经历写出来的。 我的文字这里面写出来,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与我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们在人生有一番经验, 愿意表达, 善于表达, 有勇气去表达。 我相信以后你的诗诗也很漂亮。 谢谢。 吴老师你好, 就说我有点个问题吧, 就是在你那个讲中, 我听的是这样的, 就是, 知识似乎是要在学校中学习, 这是我的印象, 但当然在实践中也可以学习, 那么能力呢, 就要在实践中培养更好。 不知道这两个认识是不是, 合乎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呢? 对, 但是你讲的实践, 不是学校以后的实践。 你的意思我听出来了, 就是在实践中学习, 是等于毕业以后再去实践。 对, 不对, 你毕业的时候在学习, 从小就开始实践了,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能力, 跟那个能力, 你刚才谈的能力是跟那个有关吗? 肯定, 如果说是当然了, 比如说你作为家务士, 有什么知识啊? 但是做家务士是能力嘛, 你要天天给你爸爸妈妈做, 你做家务士的能力不就很强吗? 他就不要等于毕业以后再去学这个能力啊。 如果这样肯定的话, 我就提出我的问题, 就是当代, 在中国现在, 文凭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 我们有没有必要考验? 这个问题跟你第一个问题不相干, 但是问题呢, 我想两个一起回来。 你为什么怎么不相干呢? 我想, 我想, 让你回来, 你不需要谈, 你的声声声也很大。 你认为学校就是学知识, 等毕业以后再去实践学能力, 但是从西方里, 在很多国家也不完全是西方, 甚至抱歉, 他的很多东西在学校就学能力, 比如说你们有机会做了一遍, 再做一遍, 那就学到了能力, 但是现在由于认识制度, 知识太多, 课程太多, 你学了一遍以后, 就没有让你去再做一遍, 比如说实验课, 一遍就完了, 对不对? 甚至实验课很少, 所以做实验就没有能力嘛。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在这个教育改革里面, 要考虑这个知识的灌输要再少, 已经少了, 以后要更少, 实践的机会给大家更多, 这样就出现了, 不会出现那种高知识低能力, 这样子的大学毕业生, 是这样子, 至于知识, 也不是学校学力, 我这一辈子, 我自己认为在学校的知识, 现在都基本上记不起来了, 当然一加一等元, 我还记得这样, 但是很多知识都是学校走上工作岗位, 在学习, 所以你不要认为学习, 在学校培养力, 我当时在当年在学校, 老师也跟我们讲过, 在学知识, 至于学多少, 倒并不一定很重要, 但是, 这个学习知识里, 做学习能力, 并以后有了这个能力, 学习更多的知识, 这个很重要, 是吧,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 那我就要考虑了, 你说我现在没有这个知识, 怎么通过那个考试, 是吧, 那这就是应识教育的弊病了, 就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无赖, 你不得不这么做, 否则你不这么做的话, 你明知道这样不好, 也得去做, 这叫无赖, 是吧,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现在还是要考验了, 怎么解决啊, 考验, 我说这个就是, 我们还是要这个, 你继续考验, 考验就真了, 考验你是考谁, 考我, 我就不看那些知识了, 刚才就说是, 因为你刚才说是, 那个知识可以, 就在这样工作, 都可以谈的话, 就是, 经约到我们中国, 现在这个实际, 还是要拿到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无奈嘛, 现在还没有改过来的事情, 那就去拿呗, 就是, 所以说, 那谢谢郭老师, 老师, 就是说, 一方面提到那个, 那个西方, 西方他们那个, 学校吧, 他们是比较注重理论的, 他就是, 这个理工科技, 理论, 西方不注重理论, 不是理论吗, 西方, 他们对于概念, 是不是就是阐释的, 比较清, 清晰严密, 对于, 你说谈的两个问题, 我认为它, 阐述概念比较严密, 对, 但这不是理论, 中国说话就是比较抽象, 他们就是比较具体, 做得比较, 比较严密, 有些方面, 有些方面是这个问题, 对, 请你讲完, 然后, 然后, 另一方面就提到了, 他们那个, 学生, 他们又不拘离于这些理论, 他们, 呃, 讲求创新, 对于, 呃, 他们就是, 不完全拘离于这些理论, 他们,呃, 不是看这些条条框框, 他们讲求一个创新, 有一个创新意识, 这两方面, 我感觉, 能不能更具体的那个谈一下, 好, 我愿意谈这个问题, 我讲了一个, 曾经做科研, 是吧, 我跟他们争论, 我说你这个学习, 做出来都不符合理论, 他们说为什么要符合理论, 这是我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我这个做, 这个生物学的时候, 我要想要发展一个完全的理论框架, 啊, 他们没准, 他们就是解决要实际问题, 然后呢, 他们听懂了的话, 他讲了一句话, 这个理论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这使得我很难深思, 再还有一个东西, 我再讲清楚, 这个问题啊, 1985年, 胡耀邦, 访问英国, 李鹏是教委主任, 当时能到伦敦去接, 接受他们接见你, 总共留我们在那儿, 只有三五十个中国学生, 能到那里去接见你, 只有十几个, 我是花了一天时间, 到那里去接受他们的接见, 十几个人, 所以呢, 当时面对面对做得很近, 啊, 他讲了一个事情, 他说昨天我跟撒切尔, 谈的一个, 谈了一天, 谈得非常好, 香港回归, 中国因中英之间的, 这个教育, 是吧, 交流, 科技交流, 谈非常好, 但是, 我还是要跟撒切尔, 重复了一句, 我们是马克思的子孙,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 不搞资本主义, 在跟撒切尔谈的过程中, 我要讲, 什么东西讨论的激烈, 唯有这句话, 他没有回答, 这个事情讲了以后呢, 我就很多年了, 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撒切尔, 他是个铁碗女人, 他口才非常好, 没有, 没有的东西他不会回答, 但是唯独这个事情, 他为什么不回答, 我没想到, 我就, 问了我们很多的教授, 英国的教授, 和这个, 这个讲师, 英国人,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 我就问他, 我原来以为, 撒切尔是以为, 这个是反面的东西, 他不正面回答, 所以就回避了, 但是长期观察撒切尔, 他在很多事情呢, 竟是反面的, 他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答, 然而这件事情他没回答, 后来我问他们这些教授, 那个教授说, 撒切尔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 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 他只懂得资本, 社会, 我说真的吗? 他说当然了, 他说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啊, 因为这个主义啊, 它是哲学家研究的东西, 老板人不懂你什么主义, 你跟我讲讲, 什么叫社会主义, 什么叫资本主义, 有时候就这么困难, 所以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追求, 往往都是理论, 要一个体系, 实际上这种东西啊, 在某些地方掌握不好的都是教堂, 要懂得那么理论你做什么? 但是做这个事情的能力非常重要, 所以在西方, 当然了, 我怕说多了以后, 又是保卫西方点滴, 这个不对, 但是在我们这里面呢, 实践啊, 重实践, 现在我们是重理论, 轻实践, 哪怕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年, 有些东西我们还注意的不够, 要重实践, 轻理论。 谢谢。 你现在还在研究生物吗? 研究啊, 可惜我自己不行, 我很靠很多学生, 因为我生物学本身我就学的不多, 自己后来年纪大了, 学也学不进去。 您现在研究生物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 还是为了完整, 完善它的那个理论方向呢? 用来理论, 我肯定不会去完善什么理论方向, 我当时解决具体问题。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的那个七日年华里面, 最后一个担心画, 担心一片画中小, 担心你是对谁的担心? 对那个自己的兴趣, 也就是所谓的誓言, 或者还是被我们的误过。 你好